265 大公報 元朗二手電券書贈基層不金便費 只如千塊版貨本送於區內學生 2015年7月26日 港文A 07 大公報信 暑假開始 不少父母以為子女預備新學年貨本 但教育局於2011年學年起實施五年不改版的緊箍 就去年屆滿 加上中學民憑事考核形式及新高中課程修改 新學年幾乎全部高中教科書大改版 以未行 只能買新書 有元朗區二手書電券不金舊版書便費指 計劃將一千本舊書送贈與區內中四及中五學生 但有書相則指 由於公開試課程修改較大 為學習考訣 實不建議使用舊書 舊書只能作參考之用 位於元朗的二手書店學文書店負責人方先生表示 雖然新高中大部分課本已改版 但對此後仍有部分課本內容設計 排版大同小異 例如中國歷史 歷史等科目改動不大 計劃將約一千本舊版貨本轉贈與區內學生 他說 買一套新書動載三千多元 但元朗 天水為不小時基層學生 希望送贈舊書 可減輕他們家庭負擔 中四及中五學生持學生證 可於八月三及四日到書店免費自選五本舊版貨本 本港二手教科書龍頭檸檬書店 在旺角及藍田經營兩家書店 並設有網上平台買賣書本 其總監黃偉聰表示 因去年起高中貨本大改版 十多個科目只有電腦科目改版 相信舊書只能作參考之用 其書店料只收初中貨本或去年出版的高中貨本 直接衝擊二手市場生意 他說 不少行家易看淡市場 以往在暑假期間有不少臨時經營的二手店 但今年數目明顯減少 由於二手書需求下跌 檸檬書店近年亦轉型多賣新書 他指 新書業務比例為三至四成 會以八九折出售新書 由於市面一般書店僅提供九五折優惠 推出八九折優惠相信能吸引不少家長及學生購買 書上 新高中舊書只作參考 看榮書局負責人兼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解釋 由2009年推行新高中課程至今 課程意作不少修改 例如高中中文科引入十多篇文言範文等 多個科目因應課程內容及公開試考核模式而改版 坦然新高中舊版絕大部分用不回 為學生學習及考試考取 實不建議使用舊書 至於初中課程不涉及公開試 改動較少 故教科書以手循環機會較大 另一方面 消委會早前調查如六百本廣為中小學採用的教科書 小學及中學課本平均加幅3.9%及4.1% 加幅超越過去兩年 鑑於書架高企 津貼中學議會主席兼獅子會中學校長林逸峰指出 不少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亦會發起二手書記迷行動 其任職的中學亦鼓勵學生使用課本時保持整潔 升級時以四節在學校機買舊書 讓師弟梅以較便宜價錢購買課本 又能環保 水直線 翻新訂靈 按照 my報告 按照 按照 調 按照 按照 按照